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满一岁的大熊猫宝宝会离开妈妈 到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 闹闹 闪电 猴哥 小乖 四只大熊猫宝宝已经到了 待上幼儿园的年龄了 他们对幼儿园有怎样的憧憬呢 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幼儿园看看 上幼儿园有好多小朋友一起玩 好开心啊 上幼儿园有好多小朋友在玩 这可是我们读书宝宝的福利啊 妈妈 我不上幼儿园 看来对于上幼儿园还真是有熊欢喜 有熊愁 就在几天前 已经有另外六只年满一岁的大熊猫宝宝 到幼儿园报到啦 静心大仔是一只懒得不能再懒的大熊猫宝宝 能躺着 绝不坐着 经常躺在外眷的木架子上睡觉 谁来了都不理 我愿意在家里一样 哪睡不如睡呀 静心二仔 胆小如鼠 方圆五米之内 都不能有其他大熊猫宝宝存在 躲在木架子底下 是它的常态 你问我爱你哪一点 我爱你离我远一点 珍珍大仔特别爱惹事 看谁都不顺眼 到处找别的大熊猫宝宝的麻烦 它可是个十足的惹祸精 山是我开的 树是我债的 就给我让开 让开 珍珍二仔非常漂亮 特别黏人 尤其是喜欢帅哥 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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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仔 脚踩一朵祥云 生如红中 每天的日常 就是欺负外来的妹妹冰冰 真是蛮横的小公主啊 姐不是公主 姐是女王 冰冰是整个幼儿园里 最瘦小的一只大熊猫宝宝 身是坎坷 经常受到姐姐飞仔的欺负 是典型的熊猫中的灰姑娘 我有妈妈 小女孩 为了让自己的大熊猫宝宝 能够尽快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我们四组实习饲养员 决定提前到大熊猫幼儿园里 去学习和观察一下 也为自己的宝宝探探路 哈喽 老师 您好 是王明磊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饲养员 九年工作经验 经常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 是大熊猫繁殖和育幼方面的专家 自从王明磊十天前来到幼儿园工作 负责喂养六只大熊猫宝宝 他每天看到的 都是这样一副惊心动魄的景象 就这么煮了 酱猫 好 嗯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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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只大熊猫幼崽 彼此都没有见过面 而它们在相遇的短短十天里 就快要把这儿的房顶都掀翻了 这是我的地盘 你们都走开 电源是我的地盘 为什么敢挑战我的权位 想要挑战您的地盘 下吃饱饱了 I am ready 就等你后兵了 走 哎呀你太胖了 你看都卡住了 估计跟这儿吃饭了 可喝多了 别跑这么快呀小胖子 说好了 不抛起不放弃呢 等我先跑了 再过来就你 等我了 我都问你病病 是明白 是 你啊 在咖啡 ça 我现在可以кого人的地埔 在íst价尸上 让我俺就召参了 估计 让我带梳 让你带梳 到野了 才能参与 这种混乱的场面 只是神树瓶幼儿园 这六只小恶魔 每天最基本的日常活动 珍珍老大 长得像一只小老虎 性格也特别火 是个典型的惹祸精 他能为了学爬术 摔上百次跟头 也能为了去招惹 别的大熊猫宝宝 绕幼儿园十几圈 可不好对付啊 真棒 我觉得这小家伙 还是挺有性格的 你是要睡在那儿的吗 来了 开饭了 这两个是400的 曹阳可注意点 你的猫是500的 500的 对 原来这份量最足的奶 是给曹阳照顾的冰冰喝的 可冰冰为什么喝的奶 比其他的大熊猫宝宝要多呢 老大 来 干嘛 前骨有弯呀 前骨有弯 这儿 来来来来 这里不滚了 我们不滚了 不滚了 这里 看有了 来来来来 我们让他们在一起后来 是为了让他们互相有个交流 就是他们是刚刚在合在一起的 之前互相也没见过彼此 所以吃的东西比较 他们的紧击性 或者那个戒备性会小一点 进入幼儿园就相当于过上了集体生活 在集体生活当中 大熊猫宝宝要学会 如何跟其他的宝宝和谐生活在一起 也是即将进入幼儿园的 内四只小猫将要面临的挑战